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擁抱大香港主义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是擁抱大香港主义的早晨節目 來到第二節 這節說什麼呢 這節想說說 這個 有人說我的QR Call 是錯的 是呀 他刷了給我 是嗎 多謝沙洋 韓斌你聽不聽到 我的QR Call 是錯的 聽不聽到 有沒有反應 有 有反應 你要給反應 感謝Gus Trump 是呀 這樣就不要緊 剛才在說什麼 剛才在說 還沒開始說話 是 剛才在說 不是 這一節說什麼呢 這一節想說說 電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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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要說呢 因為之前 公佈了業績 公佈了業績 就是TVB公佈了業績 是 TVB公佈了業績 令到大家 網民 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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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議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就是 想不到虧這麼多 想不到虧這麼多 剛剛公佈了業績 出來 TVB 就是 就是 虧損擴大 這樣 虧損擴大 就是 我看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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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法 是怎樣 這樣 就是 期內 虧損擴大 公佈到去年 12月底 即是到2021年 年底 的業績 全年 就虧損 6.57億 全年虧損 6.57億 那麼全年虧損6.57億 都不是說 普通的數字來的 因為你計算一下 全年虧損6.57億 你就變成了 就是 每天 每天虧損百多萬 那麼每天虧損百多萬 都 挺過癮的 挺過癮的 那麼 那麼 於是我們就吸引了 吸引了我們的關注 這樣 那麼 不知道虧損在哪裡 所以就要去看 這樣 這樣 那麼 那麼 那就是 你們是看到節目的 是不是 你們聽到節目的 好 這樣就OK了 那麼 在說什麼 在說這個 虧損6點幾億 每天虧損百多萬 那麼 每天虧損百多萬 那不是開玩笑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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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虧這麼多呢 為什麼會虧這麼多呢 那麼 就去看看 那麼 大家最吸引 大家關注的 就是這個期內虧損 就是全年的虧損 就是全年的虧損6.57億 那麼 那麼 還有就是 其實虧損就虧了幾年了 那麼 但是之前呢 虧損呢 都是 就是這個這樣的 就是由100年開始 由100年開始 但是都是 都是 都是 幾千萬 啊 億幾啊 一億幾兩億啊 這樣 還有一些 一次性的開支 還有 還有就是 有一些 短時間內 的一些 一些 這樣的 廣告收益受損 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 最主要的比較是什麼呢 最主要的比較就是 同期 同期 電訊營科 那個業績公佈出來 就拆出來 ViuTV本身那條數呢 就是轉虧為盈的 這樣 那麼這個對比就很大的 這樣 ViuTV就是轉虧為盈 而TVB呢 TVB呢 竟然呢 就是 在虧損擴大 這樣 好了 雖然你們就不會很吃驚的 就是可能很多聽眾 都不會很吃驚 因為大家都吵架TVB 就是現在 TVB是一個被吵架的 一個存在 然後 大家都支持ViuTV 那就是 ViuTV 有Mirror 又有 Caller 大家覺得 那當然是 ViuTV厲害 但是 但是 TVB 但是 TVB 竟然持續虧損擴大 ViuTV 轉虧為盈 都不是說不值得研究的 雖然你們可能會覺得不吃驚 但是我就覺得值得研究 這樣 那為什麼值得研究呢 就是看看它 到底是怎樣 首先 盈利是怎樣 TVB 去年 即2021年的盈利 是 全年收入是29億的 這樣 全年收入來說 它的收入呢 是增加了6% 收入是增加了的 那麼收入增加了 主要的增加收入是什麼 主要的增加收入呢 就是網購部分 網購部分 就是來自於這個 迫迫shop 時多 以及這個輪住買 的sales 貢獻 這樣 那麼那裡貢獻呢 那裡貢獻呢 就貢獻了它29億裡面的8% 都是一個不錯的數目 那麼當然 你要扣減起來 就是它有收購這個 這個時多 但是收購時多 它是用廣告費收購的 那些其實是撥出來的數目 雖然那個數目 是有在那個支出上面 但是那個支出其實是多餘的 這樣 好了 然後一研究呢 好了 那麼 那麼當然它還有其他收入 那麼內地發展的收入 其他的經理人業務的收入 那些不算 最主要就是看廣告業務 那麼 好了 TVB的廣告業務 就是那個廣告收益 那麼你弄得到現在虧蝕 6.5億 6.5億 還是6.8億 虧蝕這個6.57億 虧蝕這個6.57億 那當然沒有人看 對不對 你一定是沒有人看 沒有廣告 但是它的廣告呢 它的廣告收入是增加了的 它的廣告收入呢 是多了1.4億的 它全年廣告收入呢 是有10.24億的 它全年廣告收入是有10億的 它有10億 它有10億 跟著之後有10億的廣告收入 那麼這個10億廣告收入呢 同比呢 比起去年呢 其實呢 是增加了的 是增加了的 那麼增加了的廣告收入 那麼你 那麼你 為什麼會虧蝕這麼多呢 這樣呢 那麼就是那個 製作和營運成本 那個製作營運成本呢 是增加了14% 去到37億 那麼呢 然後呢 特別呢就是呢 這個TVB呢 在財報表裡面呢 就也都說到就是說 為什麼會增加了這麼多的成本 其實算不算增加了很多成本 但是都是增加成本 因為同比來說是增加了4億多的成本 那麼增加了4億多的成本呢 就是它呢 就在那個財報裡面呢 就說到就是 主要就是由於持續 投資 在內容製作 人才培育 以及這個資源投放上面 那麼呢 再加上呢 就是由2021年8月底開始呢 就將事多的集團營運成本 綜合入帳這樣 那麼這個就是 這個 綜合入帳的營運成本那個名 但是最主要就是這個這樣的 投資 內容製作 製作節目 人才培育 有很多節目上面的資源投放這樣 好了 那麼 投放資源製作上面呢 就拆開了來看 這個這樣的 只是在人手上面 只是在 不計時多 時多那個這樣的營運資源的入帳 那裡大概是1.4億 多了1.4億 那麼另外呢 還有就是節目製作 節目製作上面的錢 咦?我收到 我收到 我收到 我是買仔 我收到 不是的 這個是韓濱在測試 韓濱在測試 沒有問題的 這樣 那麼大家 大家都應該可以傳到 這樣 剛才說的是什麼 剛才說的是 市多 那裡其實是用了 那裡其實是用了1.幾億 那麼其實其他主要呢 增加了 額外增加了4.5億 就是 總共是37億 額外增加了4.4億 那如果要去拆 其實很難拆細了體 但是呢 如果只看那個人手 和那個人員調動 就是所謂的創意人才團隊 就撥款多了1億左右 就是說其實是 出多了大概1億 去有新的人 新的artist 創幕後團隊 創作人才 那裡這樣 是出多了一億的 出多了一億的 這樣 好了 好了 這樣就 然後呢 網上很多人就說 TVB被人召喚 這樣 那就是 因為那個 Ebitda的 那條數不漂亮 那於是 就要提早還錢 這樣 那令到他現金 就少了 然後有些人就催到 就說 再這樣發展下去 就 再這樣發展下去 就會 兩年內就倒閉了 這樣 但是其實呢 我想說呢 我看完盤數之後呢 尤其是看完TVB盤數 和看完ViuTV盤數之後呢 我已經知道怎樣拯救TVB 我一瞬間就知道怎樣拯救TVB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 先看ViuTV 好了 TVB的 TVB的廣告費是增加了的 TVB的廣告費是增加了 是增加到這個 按年計 2021年 是有10.24億的這樣 好了 那TVB是有10.24億的廣告費 然後每年虧損6.5億 好了 那ViuTV呢 ViuTV的廣告費是多少呢 TVB的廣告費的增長呢 是增加了16% 按年增加了16% ViuTV就厲害很多 因為ViuTV的基數低 ViuTV是增加了一倍幾 ViuTV的廣告收入呢 是增加了130幾個% ViuTV增加了130幾個% 那麼它那個實質收到上來 2021年 去到年尾那個廣告收益的總數是多少呢 就是6.15億 ViuTV是收到6點幾億的廣告費 而TVB呢 就收到10.24億的廣告費 好了 那麼這個廣告費 是怎麼得出來的呢 不是 它怎麼得出來 它收回來的 但是這個廣告費 是跟什麼掛勾起來的呢 那麼我們傳統來說 我們就看回收視了 這個TVB呢 就已經是 它的內容的製作 是增加了4.5億 或者是增加了十幾個% 增加了十幾個% 好了 增加了十幾個% 它的廣告費 它的廣告費 是 它的收視 有沒有反映出來呢 有沒有幫助呢 就是這樣 TVB那個匯報裡面 就說 全年 去年 全年的黃金收視的時段 平均呢 是有24點的 那麼24點是一個高的收視來的 就是24點跟TVB黃金時期 當然不能夠比較 嗯 因為我以前做 我以前 我以前做TVB的年代 就是三十幾四十點的 但是因為那時候沒有電視台 那時候就只剩 ViuTV 這樣 不是只剩下壓市 也有ATV的 那時候也剩下ATV的 那時候 那麼現在 接下來又有開電視 現在還有ViuTV 這樣 那麼有景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也有24點收視 而 佔這個觀眾份額是77% 那麼 那麼 那怎樣除出來呢 怎樣除出來呢 就是你要看ViuTV的收視 好了 譬如說 譬如說 上年 這樣 不是上年還是今年 好像是今年 來的 今年 很大熱的 之前很hot topic 就是在說 ViuTV 有一套他們不斷說 說是神劇 我就覺得很難看的 一套 IT狗 IT狗那套劇 我也覺得很難看 但是很多網民就說是神劇 來的 那麼很多網民都追捧 好像人人都有看 那樣的 你有沒有聽人討論過IT狗 很多人討論IT狗 好像個個都有看 一套好像個個都有看的電視劇 只有四點六 只有四點六收視 他的收視只有四點六 只有四點收視 只有四點收視 那個收視率只是計電視而已 是啊 只有四點收視 那麼 那麼 四點收視呢 不是 四點收視是一個什麼收視 四點收視 是 阿市倒閉的收視 來的 阿市倒閉的時候 就是四點 有多少萬人 就是 四點 一點是多少萬 大概 幾萬 一點是幾萬 幾萬 我忘記了是三萬 還是四萬 大概 四點收視 可能有十萬人看 可能有十多萬人看 那 開了 開了電視也算 不是開了電視也算 真的 他有個東西給你按 他有個東西給你按 你轉了台正在看ViuTV 你要按 告訴那部機器 說你是在看ViuTV 是的 那麼 我們不要討論收視的計法 我們不要討論收視 因為 因為 無論收視計法是怎樣也好 無論它是怎樣也好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唯一公佈的數值 也就是說 你去 拿去跟別人去談 你是 當然你可以 所以你可以 加上其他數字 但是 因為 因為那個收視 你的其他數字 是你自己公佈的數字 你自己的網站有多少人看 你的APP有多少人看 那個是你自己公佈的數字 而收視報告 是第三方機構做的收視報告 所以為什麼以前會經常說收視 就是那個收視計法 可不可信那個是不重要的 嗯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那個是第三方報告 嗯 其實 還有 那個第三方報告 是你們電視台自己付錢做的 嗯 就是你之所以會有那個報告 是因為你去付錢 他做他才有的 那麼如果你不想要 你就不要做 你可以不做的 其實 那麼這個都是ViuTV自己拿出來 但是問題就是 但是現在這個數字呢 就真的不重要 因為 TVB是24點收視 而ViuTV 講的平均 只不過是三四點的收視 平均只不過是三四點的收視 很大量的時間 其實是三點都沒有 還有其實 就算算在網絡上面來說 其實大家看ViuTV的時間 都不會是多的 因為就算他有所謂的熱播劇 但是非熱播的時間 其實有很多其他的那些綜藝環節 其實呢 是 其實是很少人看的 是很少人看的 這樣 好了 所以其實呢 就算在收視上來說 我相信 會看著電視機 就算算是over the top也好 會看著電視機 看著他的人數 怎樣算都是TVB多一些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叫over the top 我們現在就是over the top 你在網上看的就是over the top over the top的平台就是在網上看的就是over the top 這些證明了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 TVB平均24點收視 然後那個廣告費 是10.24億 這個ViuTV平均是3至4點收視 廣告費是6.15億 那就是大家根本就不看 就是廣告商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這幾年廣告商普遍是萎縮的 但是廣告商萎縮之外 TVB和ViuTV都是有增長的 有增長但是就不看的收視 那好了 現在就出現了一個狀況就是 其實不看的收視 就是 ViuTV是轉規為營的 ViuTV轉規為營 在ViuTV轉規為營 而它的廣告收入是6.15億 那就是說 它整體的製作費一定是低於6億的 雖然我沒有看它的盤數 你有看過它的盤數嗎 有 它有沒有拆細電視台的製作費 但是ViuTV的製作費就出了名 出了名是便宜的 ViuTV的製作費就出了名是便宜 便宜一部分 那你 喂 在這個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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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便宜的製作費 然後得到相對低的收視 相對便宜的製作費 便宜的製作費 便宜的製作費 便宜的收視 可以拿到一個收益回來 而這個 這個這樣的TVB 用一個高昂的製作費 和 是真是高昂的 而且是不斷地增長的製作費 是增長到現在是連同其他的營運成本 到37億的營運成本 接著 在廣告費增加了 如果收視又平穩向上的情況下 你的節目製作費 你的節目製作費是 倍升 不是不是倍升 你的節目製作費大增 然後導致你的收視也平穩向上 但這個收視平穩向上 沒有帶來同比的廣告費收入增長 喂 現在要做一件事很簡單 其實你大幅剪製作費就可以了 你其實現在只是需要做一件事 你就大幅剪製作成本 它就立即轉虧為營 如果TVB現在請我 就立即很簡單 就是其實不要製作這麼認真就可以了 還有就是 人們便宜一點就可以了 全部人便宜一點 全部人減 好了 接著你要問一個問題 舉例 譬如炒三分一人可以嗎 譬如炒三分一人 炒三分一人 然後不要做這麼多昂貴製作 不要做那些 不要做那麼多 不要做那麼多那些 不要做那麼多那些 譬如那些 譬如之前不要做那些 live的那些中藝秀 因為live很貴的 人又貴 然後各樣的調動又貴 不要做那些 不要做那些 不要做那麼需要高昂製作費的 做多一些清痰類的那些show 做多一些好像ViuTV那些 坐在那裡說話 就是我們這些 就是我們這些 坐在那裡說話的show 然後減少一些製作成本 不需要那麼多外景 多一些在廠裡 多一些J2類 J2類的那些 兩張梳化 坐在那裡 找司君和陸永 聊了他 找司君和Bob 說儘量商量 然後不要培訓那麼多人 那就搞得如何 那就立刻搞得如何 然後你會問 喂 如果你減少三分之一人 你的製作全都縮了 好像是網台化那樣 然後又多買一些外購 那行不行呢? 行不行呢? 能不能做到呢?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訴你 如果只是維持台的運作 是一定做到的 他可能收市會跌 但是收市跌了 可能對廣告費的影響 根本就不是很大 當那兩件事 譬如 我覺得看TVB 看TVB和ViuTV 那兩份財報 其實我是看不到 對影視行業有振奮 或者是有一些 令到人覺得這行會成功 這樣就厲害了 ViuTV轉虧為營 這樣就帶來了希望 我感覺不到這件事 因為我只看到一件事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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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投資大製作 是不會帶來好的 return 那大家便宜一點 那大家都做便宜一點 你又做便宜一點 我也做便宜一點 譬如 之前我還有評論 劇集的時候 喂 青春不要念 當然比IT9 很多 你拍青春不要念 你又要做些 你又要做些80年代的事情 你一做懷舊的事情 全部都是錢 大佬 我覺得挺好看的 但是 是好看的 好看沒有用 好看沒有幫助 現在便便告訴你 好看沒有幫助 你不如扔些錢 你不如扔些錢 在網上請水軍好過 你不如扔些錢 在網上 找一大堆人 在跟你說 你出什麼東西都說是神劇 好東西過 你老闆 對不對 你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你現在 而事實上 你只要把那個成本 大幅壓低它 大幅壓低它 不要再搞青春不要念這些劇 不要再搞高成本劇集 不要再搞那些大製作劇集 你全部都是小品劇 全部都是小品劇 好沒有笑都其次了 然後 總之你拍一些小品劇 然後就盡量兩三個景 全部拍完 然後那些預算拿去哪裡 那些預算拿來 在網上水軍 老虎是推他 說這個劇是貼地 這個劇是神劇 那些就行了 那就行了 就是不需要去做製作費 不需要做高昂製作費 去搶觀眾搶收事 那個競爭根本就不是這樣 那個競爭根本就不是這樣 還有再加上有一件事 可能你們沒有留意 其實因為那個電視業的經營環境問題 其實這個通訊事務局 已經是連續幾次放寬了電視製作牌照條例的要求 也就是說那些自家製作 譬如兒童節目的製作 還有一些自家其他的一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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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是中藝 那些是 那些叫做什麼 那些叫做 文娛節目的製作 原本suppose的牌照 是規定你有多少自家製作的兒童節目 有多少自家製作的文娛節目 那些文娛節目一定是要介紹一些文化 那些藝術那些 那些 它原本的牌照要求 還有那些是不可以買回來的 一定要自己 一定要自己製作的 但其實呢 現在呢 是放寬了 現在放寬了 是暫緩了 那所以呢 其實暫緩了是給什麼呢 就是給那些新牌照 新牌照就是ViuTV 還有開電視 他們就說 最近真的做不到兒童節目 最近真的 找小孩來拍兒童節目 又容易感染 又各樣東西 跟著經營成本就差 所以是放寬了 就不用做的 但是TVB繼續做 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既然放寬了 大家都不要做 這些大家都不要做 然後就盡量買些大陸的東西 盡量買些大陸的外購東西 然後就請少些人 不要請那麼多人 不要拍攝 那些東西盡量便宜些 而事實上是可以便宜的 事實上現在是 現在的影視製作人員 還是維持在之前的影視製作的水平 那個薪酬水平 那個業績公佈就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給這些人這麼多錢 你這家公司就會每天虧損一百多億 你每天虧損一百多億的原因 你每天虧損一百多億的原因 是因為這台請了很多人 而 ViuTV的興旺 ViuTV是否會請多了人 是否會令到 多一些 令到 那些人的人工會增加 這樣 他不是在展示一個這樣的局面 那個教訓是告訴大家 是應該大家學習ViuTV 應該便宜一些 應該製作費 縮一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 那 ViuTV應該放效 ViuTV只要一縮的成本 就是2022年 只要一縮的成本 你一切 你一切人 切製作費 然後 然後 其實我相信 既然你在 你已經摸到自己的營 你已經摸到自己的那個 營運的底在哪裏 你已經被人扭到糟糕 罵到死 網民杯葛 接著 所有人都說你糟糕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還可以有十億廣告費 他那裡已經不縮得多多了 如果這樣算的話 全港人 全港人圍攻你底下 你都還有十億廣告費 你再縮下去 最多便縮到他 最多便縮到他六七億廣告費 你六七億廣告費 再加上網購業務的話 那跟著之後 你只要那個營運成本 大幅地斷 最主要就是製作成本 最主要製作成本 製作成本大幅地斷 你把現在在電視播放的東西 你回到YouTuber的水平 其實我覺得 一樣是沒有所謂的 一樣是可以的 他最多便收市跌 而收市跌 不肯影響那個收益 現在我覺得兩份的報告 最令到我 就是大家很著弱 網民很著弱 就是說 你看一下 現在那些 現在那些 廣告公司 都不看收市 這樣 而這件事情 之所以會令到大家著弱 就是說 你TVB有慣性收市都沒有用 你的慣性收市 已經不能夠為你帶來收入 既然慣性收市 不能夠帶來收入 這樣 那還有什麼有因 要用高昂製作費 去維持著那個慣性收市 那就不要弄 不要搞 不要弄 那就搞定 於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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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自己就看到一樣的事情 那會不會實行呢 我就不知道 TVB一線的演員 有多少 算了 還是稍後再問 什麼稍後再問 TVB一線的演員工 其實有多少 他不是計算工資 即是他真的 逐集 逐集 是的 他計算工資 他計算你的演出費 即是底薪 然後 他底薪很少 底薪每個人都少 底薪一個月 如果 可能是千多元 至幾千元 不等 是的 可能是幾千元 應該沒有幾千元 底薪很少 底薪很少 底薪是象徵式的 是的 即是你都是演出幾多的秀 就有多少錢 那 但是也是太多 即是如果現在看盤數 如果看盤數來說 也是太多 還有就是 其實根本不需要製作那麼多節目 不需要那麼多人 人可以少一些 那些節目可以製作得 再 再 那些製作可以再網台化一些 那些製作可以再網台化一些 那 因為ViuTV也很網台 可以再網台化一些 那 然後 可能只是做一線的劇集 然後 給錢 水軍在那裡推一下 這樣就算夠數 那 所以 就 未來發展會不會是這樣 不知道 但是如果TVB請我的話 就會是這樣 如果TVB找我的話 我就會這樣搞 這樣 這樣就過癮了 這樣就過癮了 對了 喂 這一節就到這裡了 我們又有新課金 看看 是我有新課金還是 是你的 嗯 這個是 將來如果拍小尖台拳道課程廣告 可考慮加上尖尖的武打場面001 也好 可以考慮 100元想問一問 香港愛情愛在瘟疫蔓延 嚴重重會不會有網上重溫 會呀會呀會呀 盡快 盡快 我收到又聽眾發聲 什麼 繼續說 昨晚 老婆通過20多小時 BG出生 請代上香患神 恭喜 恭喜 凡請 什麼 打第二針 是 打第二針 好 然後這個100元我剛才讀過 這樣兒子防疫狂潮下 好乖 好有想法 還有500元打坑早晨 100元so happy 給我的人so happy 這樣兒子再課到狂潮下 好乖 好有想法 100元試課課金比專 感謝 100元 是全力支持 我 是啊 大概是這麼多 我們轉頭再仔細讀 好 喂 我收到有人發聲 曬我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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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收到有人發聲 曬我 感謝 好 那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